转入关输案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将在明天晚间7点20返回国门 而国民党考机会已经有了复案 对他是轻责撤销党籍重责开除 王金平一旦失去了不分去立委的身份 也等于是立法院龙头必须要换人了 也请您继续锁定周玉琴的八点新闻 这不是关输 那什么才是关输 如果这不是关输 那什么才是关输 扣住王金平关输重嫌 党主席带头射飞刀 马英九领先主演的政争亲党大戏高潮迭起 虽然立法院长是立委互选 不过王金平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只要不合党意被炒鱿鱼 这立法院长也别当了 就为了让这个王院长在反国后 有充分的时间来自外说明 所以决定在礼拜四来找开 国民党看似处处替王金平着想 但传出在马总统记者会之后 考纪大刀已经磨得亮晶晶 就等王金平反国说明 考纪会预定在9月11号开会 轻则撤销党籍 重则开除 但不管轻重 王金平都得跟国民党说再见 立法院长势必也得换人做 把事情说清楚 可能对这个事情的处理 会有更大的帮助 做好接班的打算 完全没有 对不起 因为这个好像跟副院长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洪秀柱言必称尊重王金平 但传出国民党盘算 立法院长选举由小辣椒红瘦柱 搭配林洪池或丁守忠 我觉得谈这些事情太早 我要选台北市长 如果是真的王院长辞掉的话 基于政党政治 政党责任 我们务必推出候选人 立位龙头改选 在马总统强力主导之下 现在几乎成局 蓝绿都有准备